耶利米书 大家好姐妹平安 我們起來思想耶利米書第39章 耶利米書有52章 篇幅很長 那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1章到20章 這是屬於警告信息 如果不悔改 就會滅亡的警告 那第二個段落就是從21章開始到39章 就是今天要講的39章 上面是講到被辱 然後要七十年 然後神要帶領他們歸回 這樣一個信息 所以呢在這個 這個段落第二十一章 一開頭二十一章 講到是西底嘉做王第九年 耶路撒冷開始被圍困 39章這邊是這個段落的結尾 講到西底嘉 做王第十一年的時候 就是圍困兩年之後 耶路撒冷被攻破 猶大滅亡 因此我們來到這個大段落的最後一章 39章 第一節 猶大王西底嘉 第九年十月 巴比倫王 尼布賈尼撒率領全軍 來圍困耶路撒冷 這個在21章的時候 已經出現過了 第二節 西底嘉 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曾被攻破 在整個這個 前一章 三十八章 還有三十七章 這兩章裡面 西底嘉王 一直私下的去詢問 耶利米 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麼 耶利米也跟他講很清楚 就是順服上帝 對你們悖逆的管教 你們就謙卑被管教 順服 那神要你們就是投降 尼布賈尼撒 這樣子的話呢 你們是被他統治 可是呢 最少你們不會 這個耶路撒冷被毀滅 可是西底嘉 他就是一直 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 他的個性非常的懦弱 最後他還是決定 他不投降 三十九章這邊都講到 城終於被攻破了 第三節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時候 巴比倫王的首領 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坡 撒西金 拉撒利 尼甲沙利靴 拉末 並巴比倫王其餘的一切首領 都來坐在中門 這些敵人的首領 坐在中門 代表城已經被攻破了 他們已經在城裡面的中門 這個地方 坐鎮 已經拿下這個城市 剛剛講這些名字呢 大部分都是翻譯的這個音 他原本可能都是巴比倫 他們那邊的官員的稱謂 第四節 而尤大王 西底迦和一切的兵丁 看見了 他們 就是曾經被攻破了 他們出現在中門 就在夜間 從靠近王的園子 的兩層中間的門 出城逃跑 往亞拉巴逃去 在半夜間 西底迦跟一些 產兵敗將 就往東邊 亞拉巴逃去 很可能是想要逃到 亞門那裡去 第五節 西底迦的 迦勒底的軍隊 就追趕他們 終於在 在耶利哥的平原上 追到了西底迦 將他拿住 帶到哈馬地的利比拉 那是什麼地方呢 哈馬地呢 就是在北敘利亞 那個地方是一個 從兩河流域 要進到中東地區的門戶 之前呢 這個埃及法老尼哥 他打敗了 約西亞王之後 繼續往北 然後呢 他就把約西亞王的兒子 約哈斯抓過來 把他從耶路撒冷抓過來 帶到哈馬地 這邊的利比拉 然後呢 就把約哈斯 從利比拉這邊 就帶回去了埃及 做俘虏 然後呢 才立了 這個約亞境 做埃及的傀儡國王 如今呢 西底迦 也被 這個巴比倫人 抓到了 哈馬地 北敘利亞 哈馬地這邊的利比拉 然後呢 這個巴比倫王 就在那邊審判他 巴比倫王 在這個 西底迦的眼前 殺了他的種子 又殺了猶大的一切貴族 這個之前在三十四章第三節的時候 耶利米就傳遞了審判的信息說 有一天你會被抓到 尼布賈尼撒的面前 讓他 你跟他會眼對眼相看 果然這個就應驗了 在他的眼前 他看見了他所有的兒子 跟所有的大臣貴族 都被屠殺 然後他眼睛看完之後 這個 尼布賈尼撒王第七節 就挽了西底迦的眼睛 把他的眼睛挖出來 哇 真的是很可憐 然後呢 用銅鏈鎖著他 要把他帶到巴比倫去 完全應驗了耶利米所說的 你若不投降 你的結局就是這樣 第八節 迦勒底人就用火焚燒王公 和百姓的房屋 又整個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 也應驗了耶路撒冷 要被火焚燒的預言 第九節 那時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將城裡所剩下的百姓 和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餘的民 都擄到巴比倫去了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卻將民眾毫無所有的 這些最窮的人 留在有大地 當時給他們葡萄園和田地 巴比倫人把這些 社會的精英 中金分子 全部都擄走 然後把最窮最窮最窮的 這些百姓留下來 讓他們也無法作亂 十一節 巴比倫王尼布賈尼撒 提到耶利米 就嘱咐護衛長尼布撒拉旦說 你去 你領他去 好好的看待他 切不可害他 他對你怎麼說 你就向他怎麼行 因此呢 十三節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和尼布撒斯班 拉撒利 尼甲 沙利靴 拉莫 並巴比倫王的一切官長 打發人去 將耶利米 從護衛兵院中提出來 交給撒藩的孫子 雅西干的兒子 這個耶利米 就從監獄裡面被放出來 然後他被交給 撒藩的孫子 雅西干的兒子 姬大利 這個撒藩呢 他就是 在約西亞王十八年 約西亞王 重新整理聖殿的時候 在聖殿裡面發現了 耶和華的律法書 就是由撒藩讀 這個耶和華的律法書 給約西亞王聽 王聽的嚎啕大哭 他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他的國家 會這麼多災多難 就是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的律法 他們不遵行祖先 跟耶和華所立的約定 因此就率領全國百姓悔改 跟神重新立約 而這個耶利米 他的年紀跟約西亞王 是差不多的時候 耶利米在約西亞 坐王第十三年的時候 做先知 那撒藩的兒子雅西干 也曾經保護過這個耶利米 所以呢這個 撒藩這個家族 跟耶利米的關係很好 所以呢 就被交在 雅西干的兒子 姬大利的手中 十五節 耶利米還求在 護衛兵的院中的時候 耶利米的話 也臨到他說 你去告訴古時人 以伯米勒說 萬鈞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我說降貨不降福的話 必臨到這層 但是到那時候呢 必在你面前成就了這句話 也就是 但是耶路撒冷必被毀滅 十七節 耶和華說 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自交在 你所怕的人手中 我定要搭救你 你必不自死的 倒在刀下 卻要以自己的命為略物 因為你依靠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古時人 古時就是伊索皮亞 那古時人 以伯米勒 他是個太監 然後呢 他之前在第三十八章的時候 他就拯救這個耶利米 讓他不至於死在 那個充滿淤泥的牢房裡面 耶利米在那邊快要死了 那神就紀念 這個以伯米勒的異行 因此呢 在三十九章我們看見 三個人 第一個是西底嘉 第二個是耶利米 第三個是這個以伯米勒 西底嘉 他不願意聽從神的話 最後神降貨不降福的 這個預言 就完全實現在西底嘉的身上 西底嘉悲悲慘慘的 眼睛被挖掉 被銅鏈鎖著 帶到巴比倫的路上去了 而這個另外兩個人 信靠神的人 一個是耶利米 他被釋放了 另外一個是拯救耶利米的 這個以伯米勒 神也紀念他 說我必保護你 不會讓你被殺死 因此呢 這三個人 是很好的一個對照 值得我們被提醒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啊 我們在你面前 我們要效法耶利米 和以伯米勒 主啊 當環境 和很多人的壓力 都告訴我們 不要信靠神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 艱辛的倚靠神 雖然遇到很多的患難 但最終神的話語 信實的拯救了他們 主啊 我們看見西底迦 他三番兩次的 猶豫不決 他們最後 他最後選擇了 不信靠神的話 主他最後就落在 自己的罪孽當中 被審判 主求你 讓我們有智慧 學習這些藝人的榜樣 一生敬畏你 我們不向西底迦 屈從於環境 跟從人來的壓力 主我們 單單敬畏你 願你得著我們的心 也得著我們的人生 奉主耶穌的名 祷告 Amen 願神祝福大家